孩子的洗发水有必要买儿童专用的吗?有,非常有 现在不少家庭都是一瓶洗发水洗全家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们家孩子头发发黄,经常挠头,有的时候还飘雪花 那是因为成人用的洗发水,很多都是暴力清洁剂给堆砌出来的 很容易刺激宝宝胶弱的头皮 当父母的都知道,孩子好动,特别爱出汗 头发头皮就经常湿搭搭的,需要每天洗头 那么怎么选择一款成分温和让人安心的洗发水呢?看配方 这款洗发水是贝德美为一岁家的宝宝专门研发的弱酸性洗发水 贝德美栏杆菊洗发露 里面添加的德国栏杆菊可以很好的舒缓宝宝头皮的不适 还特别添加了11种护发的氨基酸成分 可以减少宝宝发丝里水分的流失 柔顺发质 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泡沫很绵密 但是非常好冲洗 不会有甲滑感 清洁力属于很温和的那种 氨基酸和甜菜碱的裱糊 不辣头皮 能深层清洁的同时 又不会过多的带走宝宝头皮上的油脂和水分 而且它是乌龟油 若酸性 就算不小心弄到了宝宝的眼里也不会刺激 大一点的宝宝用完它 完全可以自己洗头发 如果你们家宝宝经常扎头发 这个发丝有损伤 可以一起入手配套的贝德美脚蛋白护发素 这里面有双重脚蛋白 可以渗入发心 洗完以后头发非常顺滑 有光泽 不容易打结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少产品一旦沾上而同这两个字 那价格就开始飙升了 而这款贝德美蓝柑橘洗发露的价格 也是成人洗发水的零透 再看看这个销量 是不是足以证明它的好用程度 如果你正在给孩子挑选洗发水 真心建议你试试贝德美